前两天给儿子做的金菊糕,真的是太受欢迎了,没两天就喝完了,但是做起来呢,又真的是特别费事费力 今天咱们再来做一回,但是方法要比上次简单省事很多哦 两斤金菊,我又加了两个柠檬,柠檬也有润肺化痰的功效 加了柠檬,不仅可以让孩子增强食欲,促进消化,而且女人喝也可以延缓衰老,好处多多 金菊和柠檬充分用盐水浸泡和搓洗,再切片,去掉中间的籽,如果不去掉中间的籽,就会有微苦的口感 尽量切薄一些,这样会缩短我们熬制的时间 柠檬也切成薄片去籽,平时我们泡柠檬水的时候,即便是去了籽,也会有发苦的味道 但是和金菊一起熬成糕,一点苦味也不会有 这个要比我们平时在外面买的,加了很多香精和甜微醋的柠檬水,要健康实惠很多 把切好的金菊和柠檬放到一起,再加入200克冰糖,腌一会儿 这样也可以缩短一会儿我们熬制的时间 大概腌半个小时,金菊和柠檬有些发软,而且微微出水 我们再把它倒进颠饭锅里 上一次我拿不粘锅来熬,费时费力还得一直看着,真的是筋疲力尽 今天我们就用懒人方法把它们全部放到颠饭锅里,正常煮饭模式即可 水分熬个差不多,颠饭锅就会自动挑炸,省时省力,而且效果是一样的 每家电饭锅的功能和时间可能都不太一样,我这里大概用了50分钟熬到这种状态 放凉以后会自动凝固,放入冰箱,密封保存 冲上一杯,不仅有金菊的甜,还略有柠檬的酸,但是一点也不会发苦 平时嗓子不舒服,来上一杯,真的非常管用 也不要再给孩子买饮料了,这个真的比饮料要健康营养很多 赶紧动起手来试试吧,拜拜